- 腾讯体育8月10日训,猪超第17轮,大连一帮主场迎战广州复利,开场后主的大连一帮接连展开攻势,盖塔和卡拉斯科的射门都颇具威胁。 - 刚刚开场两分钟,在右路活跃的盖塔就送出妙传,莫谢奎反越为强点,伸出大长腿准备射门,但还是无奈腿短了一点点,皮球在门前被复利门将成越泪筛德,第八分钟,一帮卷土重来。 - 这次是复利后卫里提香,在右路拼抢,时没能将盖塔的皮球抢下,盖塔拿球后一个转身,带球到大进区右侧,其左脚射门。 - 好在复利门将成越泪注意力集中,将此球铺出底线。 - 第九分钟,一帮开球脚球,卡拉斯科左路大进区附近左突右换后,击脚低射。 - 成越泪铺球脱手,门前的一帮队员杨萨平上前强点,准备不射。 - 不过此球助理裁判举棋,是一扬上平越位在线,从比赛前15分钟的情况看,主队大连一帮显然攻击欲望更强一些,大多数时间都压着复利在组织进攻,不过临门一脚还缺乏准头。 - The end也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